日本女星长谷穿金子长相清纯 乖乖拍形象深知人心 为了她在京剧中饰演一位疯狂想怀有丈夫孩子的妻子 为了怀孕用尽一切方法 甚至从垃圾桶里捡回老公用过的保险套 趁丈夫不注意时偷偷取出里面装的精液 试图灌回子宫内受孕 她在片中也有一个保险套 还有火辣的裸露画面 尺度相当惊人 闭真演技令人瞠目结舌 长谷穿金子近年来主演的日剧收视率都呈现低迷状态 她也因此被视为票房毒药 据悉她因此想突破一贯的良家妇女路线 靠着大尺度演出力薄翻身 但业界人士认为她虽勇气可嘉 但已经35岁的她已略现老台 要翻红可能还有一定难度 腾讯娱乐整理报道